本期视频将从动物植物昆虫三个领域为您介绍人类历史中曾经出现的那些诡异壮羊食物 话不都是正面开始 可能从造物主为众生编创最初的行为逻辑开始 由繁衍生息而来的男女欢爱 就已被设立成咱这高阶物种的顶点追求了 她是生存意识的核心 亦是一切欲念的结晶 出于对她的痴迷留恋 人类更是将自己全部的想象力都相许于此事之上 于是从男到女 由皇帝到平民 人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或图或洒或饮或食地进行了不知多少次摸索尝试 所谓者无非就是想将那全力以赴的百米冲刺 扭转成一场持之以恒的马拉松长跑而已 而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其中一些最为怪诞新奇的试探 列车即将出发 前路风驰电车猛进加鞭 还请诸位浮稳坐好 在人类漫长的壮阳史中 视觉象征主义一直都是最受人们青睐的选拔法则 这方面最为直白的势力 当属各种按照中医异行补行理论炮制而来的要求 但对于他们 数在下无法多做阐述 一是咱如果真的去挨个展示那些浸日于瓶中带钩带刺的柱状之物 属实是对审核大人的轻慢不逊 二来如此做法 也太过直白粗鄙了 所以不如换个领域 先来瞧瞧那些来自海中的强健补品吧 生蚝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海味之一 其坚硬的外壳 柔嫩多汁的蚝肉和其中独有的风味都赋予了这种食物 很多闯子之盼的浮想 而据传最早中外此物的是雄伟的罗马人 甚至早在共和国时期 罗马就出了个叫塞尔吉乌斯奥拉塔的商人 他在公元前97年前后建立了第一个人工生蚝养殖场 据说为了量产生蚝 精妙地建造了一系列渠道闸口以控制潮汐 由于其高超了养殖手艺 罗马人甚至盛传 他可以在自家的屋顶上养蚝 而对生蚝壮阳属性最确信的人物是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奇人 也是莫扎特的挚友 共计会成员 贾科姆 卡萨诺瓦 此人据传是欧洲种马小说的开山之作 堂皇的最佳现实原型 被其征服的女性据传多达三位数 传完此人之所以能够悠游风月屹立不倒 靠的就是每天早晨狂吃50个生蚝的强身秘术 另外与生蚝壮阳逻辑类似的还有海洛 对他最深信不疑的是地处加勒米地区的巴哈马 只不过当地人心仪的 不单是包裹在坚硬裸壳下的脆爽裸肉 更是裸肉之中独有了一根透明软巾 当地人称其为巴哈马手枪 而外国游客则干脆直呼其为巴哈马伟哥 话说就在前几年 英国威廉王子到访此地 当地人就曾将此位真修献与剑桥公爵 但威廉被吓得连连白手 倒是身旁的凯特王妃毫不介意 排言自若间将其一口吞下 而旁边的威廉王子 则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 另外在这些以冒取之的春药之外 还有一种特质 也经常被纳入壮阳食物的范畴 那就是危险性 这方面最具代表的是 潘塔纳尔失地的食人鱼 传闻当地人常用这种凶猛的鱼类煮汤 以此奇迹于将这种性形上的凶猛 转化于床榻之上 而在东方 与之园里相似的壮阳食物 应该就是各种毒蛇了 并且较之食人鱼单纯的危险 蛇本身还有很多额外的特征 比如它那无足且粗长的身形 头背斩下肉身依然抽缩的肌肉特性 都让它在这一领域备受推崇 至于代表着毒性中心的蛇血 蛇胆蛇心等物 更属能够十全打补的上上佳品了 不过在动物界中 更多补济的来历 则完全不知所谓 比如在老普林尼笔下 拥有不可抗拒诱惑力的食龙子肉 被美国人推崇的 由铲除毒液硬化而成的树脂状爱情石 甚至还有津巴不韦毒爱的沸沸尿液 凡此种种不胜美举 而对于这些所谓的妙药灵丹 咱也只能赞叹一下 在下三路这点事上 人类可真是忒有想象力了 如果有人非要给壮阳之物的各个派系 发个大赏的话 那植物界应该是当之无愧的获奖者 这不单是出于它在种类上的绝对优势 更是因为它在广大人民群众中 有着最广泛的基础 毕竟与那些难得一见的毒虫猛兽相比 无论是从数千年前既被埃及人记录了大蒜 再到味道同样辛辣 被罗马作家多次提及拥有神奇功效的芥菜 还有不见开花就能产子的灵怪植物无花果 以致在耕耘数亿的栽培中 外形被改到了欲加引人遐想的卢笋胡萝卜 都是被普遍认为有益于雨水之欢的廉价好物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 他们中定有一位明星 已经被永远的埋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那就是曾在古地中海文化中被广泛食用 在罗马石沟中被不断提及 被誉为阿波罗礼物的名为Sophium的植物 按照劳普里尼的技术 这种植物最早出现在罗马历143年 地中海南岸的利别亚古城西兰尼境内 由于其在食用药用乃至催情领域都拥有无比广泛的用途 因此作为西兰尼的国家象征 这种植物曾被转刻在货币上 它曾经非常普遍 甚至西兰尼的羊都以太为食 但同时这种植物的原生范围又异常狭窄 仅能在西兰尼的南部草原存活 因此无法人为种植 故此贪婪的罗马人仅用了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 就将其攫取殆尽 对于它 我们目前所知的全部信息就是 这是一种与回乡类似的植物 且其种甲壮如现代爱心的形状 所以就冲这造型 背不住人在魅药领域还真有什么奇效 只可惜这一切如今也都无从验证了 不过相较于此物的断根绝种 中国却有一种可与之齐名的植物依然兴旺繁荣 那就是早在南北朝时期 就被广泛认可 具有催情壮阳功效的银阳货了 这植物要按南宋雅士桃红井的技术 那神了去了 桃红井曾在自己的《本草经》极著里说 西川北部有银阳 一日百合 盖石此货所致 顾名银阳货 好家伙 一日百合 你说这劲儿得多大 而在这两位可独自为战的明星以外 更多的植物性魅药 都是通过调配的方式 合而为一的发挥功效 这里边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近乎所有种类的香料 毕竟商人们可是山水调小的 费了大把力气 才把他们挨个带回了卖场 所以宣传的时候 虚为夸大其词一些 那些世身名流的买家们 应该也可以理解吧 因此从粗长驱黑的肉桂 到千细短小的藏红花 都成了玉叶穷江 或是灵丹圣药里的一味配方 甚至惹得一些非植物领域的香料 也都参与进来 譬如由鲸鱼粪叶冲刷形成的 陈年污垢龙咸香 还有从动物界的金枪猛士 雄鹿身上提取的鹿射香 而在调制这些原料时 蜂蜜往往是使其 香羽唯一的融合剂 毕竟它粘稠甜蜜 不易获得且能永久保存的属性 恰于魅药暗和呀 据传在土耳其尼泊尔境内 就有一种换作疯狂蜂蜜的天物 从古罗马时代起就威名远扬 此种蜂蜜不单集百花之精 且其中更含有 大量特定品种的杜鹃花蜜 据说暗量服用 可获得包括壮阳在内的 一系列增益性buff 但如果过量服用 则会直接让人呕吐腹泻 神志不清 另外与蜂蜜类似的调和剂 当然还有酒 如果不论个人创造的神秘配方 只谈能够量产的成熟商品 那国外药酒中的优选之一 就得说是来自雅美加的 万能滋补酒了 据传此酒中应用了一种 健康设计的 而大名鼎鼎的德国药草开胃酒 野隔胜禄 也是由56种来自全球的 香辛原料特调而成 其最初的宣传广告中 自然也少不得一句德语版的 他好 我也好 话说在我居始位落了少年之时 就曾看过一部剧情荒诞的港片 片中除了曾志伟极尽 夸张的无厘头表演外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 还有一个之前文所未闻的 全新名词 西班牙大苍蝇 当时对此肯定是不明所以 但通过联系上下文 隐约也能附会猜想出 它的大概功用 好奇的种子从那时起 就已种下 即日动手做这期视频 我能想到的第一个素材 炎这玩意儿 于是在一番谷歌求索过后 方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西班牙苍蝇 乃是一种翘翅木 圆金科的翠绿色甲虫 此物从很早起 就已被广泛用于 古代药剂师的各种制剂中 甚至西方的医圣西波克拉底 也对此物的药用价值 做了诸多记录 而后来据说有人观察到 这种昆虫的分泌物斑毛素 会促使周遭接触到的动物 产生交配行为 由此它催情魅奥的功用 随开始广泛流传 据说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 乌大维之妻利维亚 为保儿子提比略德纪大统 就曾将西班牙苍蝇的粉末 混入宾客的食物 又使他人轻薄自己 再加以勒索 18世纪前后 以西班牙苍蝇为首的 一种斑毛昆虫 更是在欧洲贵族的内饰里 广为流行 因巫术获罪 最终被绑父火情家的 蒙瓦森夫人 也正是以调制此种魅奥 为近身之街 才得宠于路易十四的情妇 蒙特斯庞侯爵夫人的 至于太阳王 是不是真在他的引诱下 才和这位美人前后 诞下的七名子女 这恐怕就只有人自己知道咯 而另一位法国风月场上的 大腕萨德侯爵 据传也是靠着巧克力 和西班牙苍蝇 才撑过了一个个 颠伦捣缝的夜晚 但实际按照如今科学的研究 西班牙苍蝇实则是一种剧毒之物 对肾脏损伤巨大 其提取物甚至只需1.5克 就能使人肾功能衰竭而亡 而那些如今在红粉青楼里 以此为名 叫卖兜售的金枪神药 其添加物中所含最多的 其实也只是 凯燕辣椒的粉末而已 不过以虫制为料 制作魅药的传统 显然不止于此 比如东南亚偏爱的火甲虫 热带地区主义的切叶椅 乃至秘鲁亚马逊一带 试吃的棕榈象甲虫的肥大幼虫 都是历史优秀的壮扬之物 只不过别的不论 就冲着虫子滚瓜溜原的身形 想来味道定然不差 一口咬下去 想必得是姜汁喷薄口角流沫吧 至于这些美味的昆虫原液 会不会在消化后 转为下三路的澎湃动力 我真的不抱希望 因为从外形分析 就这么个软啪啪皱巴巴的东西 能让人龙威虎猛 你可拉倒